第四集主要延續第三集 確實來到第四集更加困難 因為我最著重是打的理由 將打變成硬如落 我覺得不會是一部好的練舞 練舞的人的正義感 其實除了強身健體之外 他應該要有一份正義的責任 或者對社會的責任 見到不公義的事情會走出來 夠了 八爺是前輩 還有大師級 在這個設計方面 我完全不擔心 他一定會有新的東西給你 八爺很嚴格 他會把一個鏡頭拍到最好 拍到最好的那個時刻 無論角度、氣氛、鏡頭 是一個有驚喜的一個電影 這件事是很難不得的 這部就是雲春對太極 空手道、自由搏擊 運合體、運合體 工作室一定是漂亮的 還有雲春都是用什麼手法破 用什麼招式學去招 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單手跟單手對打 這個是從來夜問前三部都沒有 一件事的一件事 很驚喜的 一個非常驚喜的 因為如果你跟著 Yu Mo Ping 或你跟著 Doni Yan的經歷 都會有很長時間 你會發現 你會在這兩位的天使 現在沒有什麼好處 比《It Man》 在那一段時間 而當於馬修藝藝術 他的速度 他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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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完全令我離開 尤其是我自己 比較追求那種 更像真的打鬥 和拳員隊肉 往往拳來拳 我們都挺狠 一件事 感谢观看